六个月前,我邀请了一个朋友,参与了这个实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看到我,有点吓到我。 确实是有点像。 就有点像是我双胞胎弟弟。 你醒来了? 是的,我刚醒来。 你看起来有点面熟。 六个月前,我在这里采集数据,把你制作出来。 你现在感觉如何? 身体还有点僵硬。 不过我相信,之后习惯了会好的。 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好,这个世界。 你好,坤。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机器坤的设计者。 好久不见。 你站在边上,然后我看一眼。 我的天啊,真的是好像。 还真挺像的。 一般眼睛很难做得很像。 所以眼睛很像真的吓到我了。 他是如何做到这么逼真的。 这个首先要感谢,在六个月之前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庞大的素材。 拿到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通过三维建模做出圆形。 通过3D打印,打造出来这个内部的骨骼结构。 然后通过机械臂,把内部的骨骼和外部的皮肤进行组装。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应该是在这个星球上最复杂、最精密这样的一种生物。 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仿生人能够做得还非常的像。 其实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科研的这个道路来讲的话, 能够打下非常夸实的基础。 像这些都是研究的是骨骼的部分。 然后这些呢,你看这个仿真程度很高。 然后掌纹指纹都非常的清晰。 那我还挺想知道,他能够思考吗?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叫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呢,是区分一个机器是否具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接下来呢,高老师可以出一些测试的问题。 好。 你看起来对我很好奇,是有什么问题吗? 你在想什么事情? 我在想怎么回复你。 你感到快乐吗? 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感觉,不过未来的时间还很长。 我会学着让自己快乐。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瞬间转移。 这样我就能在想见你的时候, 以最快的速度与你见面。 你有什么愿望?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他当时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个也不说。 他把所有的机会都给到了机器坤。 我觉得他就是要看一看机器坤到底会怎么回答。 最有意思的是他说可以瞬间转移到想见的人身边。 这个话我还真说过。 哦,是吗? 对,说的还跟我的风格还挺像。 而且当他在说话的时候, 他是有一些眼神和神态的。 这点是让我很惊讶的。 然后我们从外形上看, 我们的外形是可以以假乱真可以被替代。 然后我们的思维逻辑也很相似。 那会不会是工作我们也会被机器所替代呢? 嗯,那要看是什么工作了。 也许会有,也许有些是替代不了的。 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 让我们人类经历过多次工作岗位被机器所替代。 到了智能化时代, 人们依然会面临AI取代我们职业的难题。 提到了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的摄影师。 你觉得你的工作在未来会不会被机器所替代了吗? 来。 刘晓光博士。 嗨,你好。 他跟他的小伙伴们做了一个人工智能作曲实验室。 我们现在ASD这一排就是Doremi发搜这些音符。 我们的人工智能作曲是可以基于您输入的当作一个动机。 然后机器会根据您的输入, 然后它创作出来一首完整的曲目。 您可以随便按一按试一试。 好,现在一个不识谱的我要开始争取做一个曲。 好,他会记录进去一些音。 我有弹这么多吗? 他根据你弹的几个音,然后自动构成了一些和弦。 我都爱上了自己的创作了。 其实在音乐的创作过程中, 这个学习门槛最高的其实是编曲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AI也已经可以完成AI编曲的一部分了。 昆的《重生》这首歌是观众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我们用AI也对这首重生进行一个remix。 我们可以一起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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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手的音乐器。 中的药 嗯 小光给你过来厉害厉害 太棒了 有点像是 自动给你换衣服的意思 就是人还是你这个人 但是会自动帮你把衣服给 换成不同的类型 他在我的旋律的基础上做了 不同的编曲 每一种都跟我的原版 其实都挺不一样的 也算 给我一些新的灵感 AI是如何 达到这样的创作能力的 应该是给它很大的样本去学习 看了多少大的样本 几万首歌 几万首歌里面的所有的数据 我们经过了非常长时间 经历两年的时间的数据筛选 数据的去完善 然而我们的电脑只经过了 大概一天时间的一个训练 它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生成的效果 其实您刚刚听到的那个 多个风格穿在一起 那生成时间20秒 嗯 有意思 自己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 哇原来我们的机器人已经 这么厉害了 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科技正在 变得非常的强大 你愿不愿意有这样另外的自己去帮你去做一些事情 他可以替我洗衣服 有时候你可能就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他可以陪我一块看电视 他陪你一块 就是在旁边坐着 他如果能够承载你的一些工作 你会不会认为比如说 他们可能不一定都有机会去见到你 那如果他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有一定的交互 你愿不愿意让我们的重生坤 去跟我们的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见到他 那就要看你能做多少个了 为我的每一个梦想 只要